好 跑步的時候不被用的膝蓋 到底會不會傷膝蓋 別人怎麼說 來 脊椎力學專家 其實人體有三個地方是倒霉鬼 頸椎 腰椎 膝蓋 膝蓋又是倒霉鬼中的倒霉鬼 意思 為什麼說 這些地方就是倒霉鬼 因為當你的其他的部位的肌肉 沒有提供足夠的支撐 他們就受傷 一般人跑步都是用膝蓋跑 是不對的 你要用臀部 臀部什麼 所以像北瑜跟TERRY 因為你們應該有在運動的人都知道 老人家有沒有看到老人家 腰椎 對 他其實是把身體壓下去 我們走路你會有一種 髖關節要往後推的力量 不是嗎 你要用屁股的力量 把屁股往前推對不對 可是很多人他沒有用屁股走路 也沒有用屁股跑步 因為他坐著的時候 就把屁股壓扁了 半天半倒 躺著看電視 他平常的習慣都不對 而且像北瑜剛才講說膝蓋 我看一個人從椅子上站起來 就知道他會不會膝蓋退化 真的假的 對 來 北瑜有一點點風險 來 請坐下 你也是啊 你夾一下再站起來 大家站起來是怎樣站 是膝蓋往前衝 對 這樣子嘛 對 是不是 膝蓋往後退 往後退 應該是往前 往後 往後才對 小型還不錯 怎麼了 我還不錯 剛剛不錯 你看喔 我坐下是謝謝大家 有沒有 屁股往後坐 站起來 謝謝大家 你看我的膝蓋是這樣 我的膝蓋跟腳尖 有的人膝蓋腳還開開的 這樣站起來 所以呢 所以就會膝蓋磨損 因為他連跑步的模式 騎腳踏的模式 一個模式不對 所有的模式都是不對的 所以女生為什麼膝蓋退化 比男生多 因為女生上廁所得坐著 男生只要站著尿尿就好 對 我也都坐著就好 我在家裡也坐著 這好奇怪 對 因為你沒有把屁股喚醒 對 這可以 這可以 下 你很帥嗎 差不多意思 精準的動作 你冷靜 你很快 好啦 你是想到 注意這邊 來 神哥你有沒有看 我有的女生走路會左搖右擺的 都是這樣子吧 因為他臀中肌沒用力 然後走路他會拖著走踢地板 這不叫搖曳生姿嗎 對 但是那些都是錯誤的姿勢 你連走路都走不好 你跑步一定會跑錯 所以你叫做 臀部失憶症 臀部失憶了 臀部不要失憶 最重要就是不要久坐 對 久坐是造成臀部失憶很重要 那我是久站的怎麼辦 其實久坐的問題比較大 因為久坐的時候 臀大肌會一直被拉長 對 他會不習慣收縮 然後如果又像剛才 我們達人講的 你如果又這樣斜靠著坐 他會被拉得更長 骨盆又斜掉 請斜掉 可是常常有人坐魚都斜的 對 都這樣坐 看個電影幹嘛 其實這過程本魚做得最好 他都沒有用屁股做 他都用做骨座 來 這是屁股對不對 大家看一下 本魚座都是用做骨座 他手根本沒壓到 尾椎不能壓到 你看 結果一般人怎麼做 這是屁股對不對 都是坐下來對不對 他直接把它壓下去 這樣很舒服 這樣很舒服 對啊 這樣很舒服 這就是 這是錯的 這給椎間盤造成的壓力很大 而且 對 而且你的背肌 會被慢性的拉長 你的骨盆會往後倒 如果我有抓一個什麼 骨座在後面支撐呢 會好一點 最重要是骨盆要正 骨盆要正 對 就是說你腳踩得坐在裡面 塞到底 兩身高靠上去都沒問題 但是你不能比 做瑜伽球 對 做瑜伽球 對 我都跟病人講一個 比方說我們 人是從猴子演化的吧 我不確定 就是說這個原始的臨長類 尾椎呢 像是沒有靠到地上 他們都只有蹲著 對 所以我們要這樣想像說 我們坐只能用坐骨去坐這樣 對 不可以用尾椎去坐 而且你 你如果常常都躺在地上 很快就被吃掉了 對 你沒有機會躺在地上的 那個原始的人類 就是只能蹲在地上 然後就是隨時都可以起來 他們就不會有背痛的問題 他們只有被吃掉的問題 你們看著 你們看著骨科醫師 他本身是鐵人三項 對 對不對 對 他鐵人三項 我們可能不知道 而且他已經是選手了 對不對 他已經選了 不能講選手 不過至少我有參加過 那226的鐵人 我是有玩賽過三次 226公里 對 他玩賽三次 我是一天才兩次 超厲害的 什麼 他是比玩賽 什麼 好厲害 我們只是參加1 3 2 1 你參加226 好厲害 可以可以做得到 好啦 所以我現在讓大家知道 這些住在這邊的非等閒之輩 每一個 我們辦的就是聯合會診 剛剛講的是走路 坐姿 TERRY 跑步姿勢 你來示範一下 正確的是 應該是你要從你的後腳掌先著地 然後前腳掌 重心會在跑姿在中間 中間之後離地 是利用後腳的反射動作 跟臀大肌往上推 推完的時候 抬腿 先出去 再落地 抬腿 對 我在做什麼 對 卡腰肌其實很重要的事情 TERRY剛才做的是對的 他只是沒有講 你看他每一步都把大腿抬得很高 這個主要就是用我們 卡腰肌其實就是這個地方 從我們的骨盆裡面伸到 大腿的前側內側這個地方 快到熟悉了 對 他幫我們做往上抬腿的這個動作 如果你跑步的時候 我們像剛剛TERRY講 跑步很多人腳都不抬起來 不抬起來的時候 其實你的開腰肌沒有活用 你就會變成過度使用 你小腿的肌肉在推 跑起來就會很容易 很容易造成那個 我們小腿的緊繃 或者是造成 整個後方的我們講 前背線筋膜的問題 所以你就會容易有足底筋膜炎 你就會容易有背痛 你就會容易有那個 離狀肌症候群等等 各種不同的問題 如果你過度使用小腿的肌肉在推 或者是只用腳尖著地 這樣子會造成你腳趾頭 會變成有一個爪行指 正如我們體育大學 我在體育大學 在教學生的時候 我很多時候叫你腳下來 看那個腳趾頭都是勾這樣子的 尤其是短跑的選手特別明顯 對 到目前為止大概有一個初步的結論 就是去把你的股四頭肌訓練出來 對 對不對 還有什麼 還有臀大肌 臀大肌 我們幾位是熱愛運動的 膝蓋有哪些問題 是 來 韋汝先來 我有問題 因為其實我 有些像他們講的 我其實就是像上班族的工作 我長時間坐在這邊 就陪大家聊聊天 就我其實沒有運動的習慣 我大概一年前開始上健身房 我一開始就是先從跑步開始 因為大家說運動運動 就是從跑步機 可是我發現 你如果是在這之前 沒有訓練機 沒有運動習慣的人 你一開始就跑跑步機太激烈了 我的右腳真的很明顯 你在跑步的過程當中 停下來那一刻 你會感覺到膝蓋在彎 就會有卡卡卡卡的聲音 然後一直到現在 因為我沒有長時間的訓練 後來我就發現 這樣好像不對 我連腳後跟踏地的那一刻 都會覺得好痛好痛 所以後來我就換成 滑步機開始在慢慢訓練肌肉 一直訓練到現在 還有做一些棒式 你就會發現自己的核心變好了 其實在接下來 我再跑那個跑步機 它變得比較不會那麼痛了 像我跟Terry可能 在某一個階段是差不多的 我從小 國小是 田徑隊跟籃球隊 我田徑主攻是 百米200跟400接力 所以是那種很爆發性的運動 籃球又是很快速的衝 然後上下跳 上下跳這樣子 所以我在小時候 其實我的膝蓋它是過度使用 就已經受傷了 然後在有一次的那個 校慶之前 因為有比賽 然後我就 其實每天都練跑 就覺得說沒關係 痛 痛 那時候也不覺得痛會怎麼樣 是真的痛到覺得 明天就要比賽了 那我怎麼辦 然後我就跟我媽講 我媽帶我去看醫生 醫生就 他說我的膝蓋裡面 就軟骨 它其實已經變形了 然後裡面在發炎 然後我就問醫生說 我那時候還問醫生說 那醫生我明天可不可以跑步 然後醫生說 你要你的膝蓋的話 你明天就不要跑 我當場就落淚 你知道嗎 像在我不能講話一樣 這太痛苦了 對 就是這樣子 然後可是我打了幾痛針以後 後來還是去跑了 可是我承受到的結果就是 其實我現在膝蓋都已經變形 你看我這邊有一個尖尖的 很典型叫做骨猴炎 生長板從小因為 所以被生長板被拉出來 造成了骨猴發炎 其實跑田徑或打籃球 打排球的 很容易都有這樣的問題 我也有 陳哥這就叫做進骨出籠 對 進骨出籠 這一塊 它內紅明顯 這邊平的 這邊凸的 你看這邊毛特別長 有沒有 不是重點 陳哥 不是重點 所以我現在就是 跪下的時候 沒有軟墊我是跪不下去 我很像就是會像針這樣刺 馬上會彈起來 沒有 是馬上會彈起來痛 如果太凸的話 其實也是外科手術切除是可以的 可以手術切除 可以手術切除 對 那不是什麼問題 因為它可以用小的傷口就可以出 切除起碼還要兩三個月的恢復 六週大概就可以了 因為這不是什麼麻煩的事情 其實 但是如果不敢手術 也可以來復健科 因為我們重點 這個凸的病發 其實可以叫做超音頭 跟雷聖也會改善 請問一下這是六個攤位嗎 今天退出的默默水 是解決煩惱的好幫手 晚上如果睡不好的話 因為這個有含Gaba 裡面有長安酸 還有陽柑橘萃取物等等 可以讓你更好睡 開啟啟動你入睡的關鍵 好 如果有需要的話 這樣麻煩來掃一下我們的QR Code 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來選購